欢迎你,祝福你 而是跟他建立的关系,不仅是星期日 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你留意当你上学 当你在家,当你做事,当你心赶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面又匆忙呢? 就觉得不好呢?就是心里面很烦躁 或者当你今天回来教会的时候 你的心在想什么呢? 你的心在想,我今天来赞你神神,你真是好了 这个是好的,我们人对我说,我要去耶华殿 我就欢喜了大卫,他是王来的 有人说,我们去耶华殿,大卫就很开心了 皇帝说,很开心,快点去,快点去 我们很难想像一个王是这样的反应 大卫是这样的王 所以当那个药卫带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想带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在他面前献祭 走六步就献祭,然后就在跳舞 他做王,他自己带头做跳舞 因为他的心里面,他是以神的事为燕 他不受这个人的影响 人家怎样看少他,他不受他的影响 其实他的太太当时看少他 但他不受他的影响 因为他说,我在神面前 我怎样收愧我也不怕 因为他看重神的事 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 你处理你的内心世界 你平日是怎样的呢? 你真是去处理这些问题 并且你追求的是什么? 即是你有一个目标 他就会被动的 回来 到时都会说 可以了,可以了 进入小组 而是你以后也有一个关切的心 并且我们扮复卿聚会的时候 将来的人来到 你会关心他 并且当他跟你聊天的时候 发现你真的有属灵的生命 你对圣经是熟悉的 你能够分享神在你身上的工作 说到经历圣灵真的很好 我们爱神真的很好 如果我们来到 跟你说 你祈祷有什么经历? 都是很少的 有时内宗 睡觉之前就祈祷 他说 有没有搞错 你们领佛圣灵会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呢? 根本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求主耶稣帮你 你准备好 于是你有一个目标 就是每天我都要达这个目标 不要做一个懒惰人 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糊涂人是什么呢? 就是说 随意 今天有饭吃就吃吧 今天去街上吃饭就去吧 今天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是眼前的 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有一个设定的目标 在你平日都是 我设定的目标在家 我是要怎么做呢? 你可不可以设定的目标 我是做一个关心的儿女 我做一个关心我父母兄弟姐妹的儿女 令他们很深深感受 我真的要关心她 是一个帮助他们的儿女 是正面的儿女 并且有坚守神的原则 不受他们的影响 即是你定了一个原则的时候 那你回到家 你就问自己 我今天有什么可以做 你设定了一个原则 回到学校的什么原则呢? 在学校的原则就是 我要成为一个去关心人的人 我不要只是捉住一个人 我是要去冲破这件事 去关心更多的人 我们也成为一个有属神的力量 我回到教会 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人 下个星期开始 我设定的时间 10点半我们回到家 我们祈祷 接着我们就设定了 我给神 神啊 我生命是给你的 我回到教会 我要有一个计划 我要回到家的时候 充满喜乐 那么最重要 这些所有事情 最终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 你有没有设定 你人生的目标 我希望你今天 你会思想 你的人生的目标 你的人生目标 我将来 做神所喜悦的事 我求主帮助我们 将神放在手里 将回到教会 放得很重要 因为你在教会 你才能牧养 一起事奉 一起有力量 如果你回到教会 经常都要求 那你根本不能有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 你在神面前 现在受你自己祷告 你自己祷告 你阿神 我在神面前 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 我是不是一个随意的人 我都没有计划 我的内心要做些什么 我就随着这个世界受影响了 求主射免我 求主让我设定好的目标